今天 今天哪 這裡沒有中國和日本 就咱們倆聊一聊 不是 其實 你不用跟我解釋 我剛才說了 這裡只有你和我 我不是西田 我早已經過了熱血沸騰的那種年紀了 你不用擔心 八點二十五了 老太怎麼還不來 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師父 要不然我們從二樓衝出去吧 不行 二樓到一樓的遭廊裡全是警衛 我們無法從這兒衝出去 太冒險了 即使是衝出去 到了下邊他們也都泡光了 我們必須從這兒衝出去 這裡出口最近 只有拔住了這個出口 消滅了所有的敵人 我們的任務才算完成 再說了 二樓的機關 也只有帶回場才能開 否則我們還是出不去 那現在怎麼辦 別著急 再等等 現在的關鍵是要知道 老代在哪兒 他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 現在這一切 都是一枚戰爭 當年我從青島登陸的時候 也滿懷著夢想 你心想帶著榮譽回歸故里 想讓家裡的人和孩子們 過上不一樣的日子 那是啊 可是過去這麼多年了 我還在這裡 什麼都沒變化 戰爭依舊 不過 通過這幾年的經歷 我明白了一點 戰爭 還有這身軍裝 只不過是我的工作而已 是 所以我能理解你 真的 我真的特別能理解你 你只不過是做了維持會長嘛 你不做別人照樣做 誰做不是做呀 國家 憑什麼讓我們獻出自己的生命 給他們換來資源和權利 說你罕見的那些人 是被一些什麼信仰啊 權力啊 理想啊 弄亂了頭的那些傻瓜 是是是 他們活該 白白丟掉自己的性命 師父 不能再等了 還是上二樓吧 否則鬼子都跑了 我們必須得知道 戴會長在哪裡 他是不是已經遇到危險了 對 上去 好吧 上去 好 老代啊 什麼大東亞共榮圈哪 什麼王道樂土呀 我是看不到了 不過我經歷了這麼多 我不想再過這樣的苦日子 是啊 那不能過 您肯定不能過這苦日子啊 好日子馬上就來了 我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 以後我關照你 你的生意會越做越大 老代啊 生活在亂世不容易呀 是是是 司令官說得是啊 你叫我什麼司令啊 我們倆是朋友 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 我以後會關照你的 那我就真得感謝大島司令 又說司令 我 謝謝太君 大島君 只是 無功不受路啊 老代 我希望你 幫我一個忙 大島君 我去拿著酒 咱們 亂世 抓在手裡的 那才是真的 其他的都不能指望 我 我年紀也不小了 按照軍部新的訓練 我待不了兩年 你要離開這一線的作戰部隊 回國後到整邊的後備役就職 所以我不想回國的時候 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我 你覺得我這樣很奇怪嗎 不不不不不 不奇怪 大島君一點都不奇怪 這個事啊 包在我身上了 都包在我身上了 好好好 要不然我出去 先把大島殺了 讓大會長通审 你們在樓下等著 讓大會長給你們開機關 報告 進來 司令 宴會馬上就要結束了 下面的人在等著您呢 想和您再喝一杯 好 我知道了 大會長 再去喝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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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島司令官 明天就要清香了 是吧 是啊 我呢 我想給您放一個 好聽的曲子 撒哭啦 祝您一入神風 好啊 撒哭啦 好好 那我放出來 好 好 弟兄們 想想自己的故乡 跟我一起上 Sakura 温及黃金 多咻 落盡 多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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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 常 engaged 多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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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出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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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通知喜田队长 快 快 大王 大宝阁下 快 快 去开门 开门 小心点 去开门 来 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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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长 大会长 快过来 快过来 大会长 这里 还有别的门出去吧 大会长 我们是朋友 明明正是干什么 朋友 你杀了我儿子 儿媳妇 你杀了多少中国人哪 拿兵来吧 混蛋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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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弹啊 放开 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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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三明 这里是险平队到商会的必经之路 守住这里 阻击他们 下 初 快快 快点 快 快快 跟下 阿嘎 阿嘎 亲爱的同志们 老梁 三明 钟宁 汤少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四个都已经平安无事 并以胜利完成任务 这一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告别了 这多少有些遗憾 但一想到即将要和宗盛那边团聚 我的心中没有本伤 老梁 你是我们的领导 也是我们的师长 在我的心里 你是一位慈父 一直照顾着我们大家 三明 你是最好的战士 中国只要还有像你一样的战士 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 钟宁 汤少 我的好姐妹 如果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灵力 那就是你们了 你们两个都有一身的好本事 不像我 手无腹肌之力 我时常羡慕你们 恨自己的无能 但此刻 我最担心的也是你们 不要为我报仇 不要去冒险 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家仇是小 国恨为大 只要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 我的仇 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仇 才能得以血恨 切记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而白白牺牲 你们两个一定要答应我 最后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身为儿媳 我不能为代会长尽孝务 请代为照顾 编辑 同志们 永别了 林爹绝必 熟子 醒良 让她去吧 哭出来 也许会好一些 林爹的死 我有很大的责任 计划是我制定的 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意外 师父 别这么说 这次行动的计划 我没有想上级汇报 是我擅自做主 虽然计划非常成功 但是 让林爹 代会长都牺牲了 这样的计划 代价太大 没事就好 来 穿上 勺子 我送你去医院 勺子 他 爸爸 妈妈 我今天 终于将最后一个 害死你们的凶手 打倒 也除掉了 我曾经 无数次地想过 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以为我会很轻松 但没想到 我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也许是女儿身上的责任 家重了 家愁是小 国恨为大 这是我的姐妹小嫡 留给我的遗嘱 爸爸 妈妈 你们放心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咱们家的仇是报了 但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仇 还没有报 所以 我会继续下去 我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我活下去的动力 你们替我高兴吗 你们替我高兴吗 请将行动失败了 智弹筒到底是谁 给他猎狼人哪 你还不过 我写几位 你还不过 爹 你还不过 我写几位 来 周宁 周宁 过来帮我一下 周宁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带刀啊 没有刀怎么出门啊 快放下吧 这里是根据地 安全得很 不用全副武装的 可是我没有它不习惯啊 我没有它 我浑身不自在 你看看你 穿着军装拿着刀 像什么样子 快来 快放下 别皮头散发的 我帮你把头发系上 勺子 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是军人了 军人就要有军人的形象 你看看根据地里的女兵 把头发扎起来 多精神 是 您爹要是在就好了 以前都是他抱我梳头 他要是在 一定喜欢这里的安逸 跟祥和 他一直梦想 能有这么一个地方 守着他的小蛋 他在呢 他一直都在 他就在天上 看着我们的 对 他看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得好好活着 把他内妃活出来 不光是他 还有张昊 大贝 还有学武哥 对 我们要认认真真 开开心心地过好门一天 来呀 不愧是威名赫赫的猎狼人部队呀 在那种情况下 还硬是把鬼子主力部队给拖在了通砖 组织上对我的报告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毕竟 这是擅自行动 你呀 组织纪律性强是好事 但也没说要放弃指挥员 林阵决断的自主性啊 这是战场 什么事都得上级点头 那不是就一无战机了 我告诉你 你可别说你不会算这个账 跟我耍心眼 这可不是你龙王的作风啊 政委啊 这忠宁他们几个是新来的 不懂这儿的规矩 我这不是怕大家误会吗 另外确实要给他们定下一些规矩 否则以后工作起来 怕他们忘了纪律 这一瓶翻过去了 接下来说说你的工作 您说吧 我听着 老梁啊 你有没有想过接班人的问题 您是说猎狼人部队的接班人 你们的战果已经上报到了师部 首长对你们的作战非常肯定 想要把你们猎狼人部队 给成功的经验 推广到整个根据地区 什么时间 有多快就多快 马上就要入冬了 冬天 鬼子行动的机会很少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希望经过这个冬天 有更多的猎狼人能走向战场 您作为猎狼人的创建者和首人队长 要把成功的经验交给别处的同志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这都需要时间呐 猎狼人这段时间损失很大 需要修建重整 三民和钟宁汤勺两个姑娘的任务很重啊 所以在你临走之前 我们要选出新的队长来接替你的工作 组织上的意思是 想让三民来接你的班 政委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三民一直跟在我身边 对猎狼人非常了解 他当队长 有钟宁他们在旁边帮助 猎狼人的战斗力会很快恢复的 好啊 来来来 吃吃吃 红烧肉 稍到 你快来尝尝 来 给 师父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 没吃过吧 快尝尝 师父 今天上了这么好的菜 一定是有什么喜事 来跟我们说说 钟宁说得对 我是有点事要想跟你们说说 接下来的战斗 就要靠你们了 又有任务了 什么时候 什么任务 是我要离开猎狼人了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咱们在通传那次行动 不不不 那次行动做得非常出色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是这样 领导上准备在根据地 多建立几支像咱们这样的猎狼人小分队 从敌人的内部 展开战斗 所以我要改行去当老师了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你们的能力 不管我在与不在 猎狼人都是威震敌胆的致命武器 三明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猎狼人的新队长 可不要弱了猎狼人的名声啊 是 来 赶紧赶紧 吃吃吃吃吃 不是 来来来 来 吃啊 来 你们这都怎么了 我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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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宁 为什么呀 为什么老是变来变去的 咱们不是生离就是死别 你说我们在一起 就这么昭天气恨吗 老梁他为什么丢下我们呀 队长 你一定要做吗 我觉得 钟宁比我更适合 做猎狼人的队长 我不是怕担责任 猎狼人的作战方式 他比我更适合 您是知道的 我是中央军校出来的 说到陆军的操点 作战的条例 我当然不饶 如果在作战部队 带兵冲锋 战壕战 恐怕 钟宁连我的背影都看不到 可是 这种小规模的特种作战 我 我想象力 比不上钟宁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是 这是我心里 真实的想法 好吧 我会把你这个想法 向上级汇报 但是在上级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我希望 你还是担起这副担子 是 刘明啊 你刚才说的话 让我非常失望 谁都可以讲这样的话 唯独你不可以讲 你跟我的时间最长 最了解我们建立猎狼人部队的意义 这种作战方式 不是我们选择的 是战斗的需要 无论是正面交锋 还是特种作战 目的只有一个 都是为了把日本贵子赶出中国去 你怎么会觉得不一样呢 是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 那我觉得这个队长 还真就不能让你当 队长 对不起 我会站好最后一板稿的 少子 你的感受我全明白 在我没有认识师父他们之前 我的心里就只有仇恨 我就像一个复仇的机器一样 当我慢慢地开始跟他们接触 我才明白 原来在生活里面 除了报仇以外 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 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孤单 开始觉得其实世界很大 我还有别的机会 钟宁啊 咱们就不能让老梁留下来吗 我们是一个集体 我们是猎狼人 我们是一家人 他为什么要丢下我们不管 你看看 你看看咱们都穿上新四军的军装了 我们是军人 对啊 你也说我们是军人 是军人 就要懂得服从命令 听指挥 对不对 再说 师父没有丢下我们不管 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责任 他要去完成 听话啊 乖 等我们不忙了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嘛 钟宁 你答应我 不许离开我 我答应你 一辈子的好姐妹 永远都不分开 那我们拉钩 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来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我再给你盖个账 谁变谁是小狗 好 你看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小林盈子 你们去收拾收拾 准备出发吧 好 三明儿 别忘了 你对我的承诺 明白 报告 梁队长 张政委让你们立刻去他那儿 走 这是南童江抗支队的同志们送过来的 他们袭击了鬼子运往通川的运输队 是西上任的通川警备司令野权 特意征交的作人物资 野权上任不止只是带了这个 还调来了黄歇军 冯秉晨的一二四事 增加了三千人的部队呀 看来通川要有大动作呀 龟子还是没有放弃清香呢 无论如何 看来你们都要再去一次通川了 队长 那我们先要搞清楚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三明儿 三明儿 看样子这不是毒气 这么着 进行下一项实验吧 是 走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还画着骷髅头 看这样没什么杀伤力啊 不可能 日本人运了这么大批量的东西过来 不可能没有用 你就是西田 就是说你是帝国军队在通川的军官中唯一的幸存者 一个小小的猎狼人部队就把你的宪兵队玩得团团转 我真想不出你当初是怎么当上这个队长的 好了 对你的处理决议已经下档 一个月之后将会有人接替你的职位 你可以收拾东西离开了 好 叶玄司令 我不能走 你要违抗军令吗 不敢 军人的职责就是胡从 我从来没有忘记 但是我希望 在接替我的人来之前 我尽到职策 现在同川需要我 我也知道您下面有一个重大的计划 您一定需要一个了解情况的军官 来帮着您完成这个计划 好 就一个月 我就再让你做一个月的队长 这期间你要全力以赴 保障通川的治安 以便我的计划能够顺利地进行 谢谢阁下 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化工厂 是的 我要征用那个工厂 你带房秉辰去接收工厂 那里将成为军事禁区 你去吧 是 队长 叶全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看来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不管怎么样 都要在这段时间内 毁掉猎狼人 我就是死 也要拖着他们下葬 可是队长 猎狼人已经回根据地了 叶全以为他不说我就不知道 他的运输队被截了 毒计被截走了一大部分 这些毒计用途特殊 中国人根本就想不到 所以 叶老人和龙王一定会回来探查消息 是的 走吧 龙王就要来了 我们要做好欢迎的准备 是 这段日子啊 城里调来一个师的黄蟹军 师长叫冯秉晨 这支部队原来驻扎在军营 早上我得到消息 他们接管了化工厂 再有 就是西殿因为重大失职就要走了 别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那么 除了军队调动以外 柜子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异动 别的 小鬼子在郊外却了些地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查探 你们就回来了 老刘 放心吧 这个事交给我了 嗯 师父 看 那边就是鬼子警戒圈包围的中心 要是有什么命运的话 就应该在这边 一定要小心 山下就是鬼子的兵营 千万不要惊动他们 嗯 小宁啊 我跟三民在这掩护 你跟勺子下去看看 记住 不要着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好 走 嗯 队长 你还在怪我吗 自己的孩子怪什么怪 嗯 怎么样 等完成了这次任务 回去再说 嗯 嗯 等下 走 嗯 什么味道 好像是那毒气的味道 嗯 有人来了 队长 你看 怎么办 勺子 这边 嗯 嗯 嗯 哎呀 咱们看到那白色坟墓 真的有那么大威力吗 嗯 嗯 嗯 哎呀 咱们看到那白色坟墓 真的有那么大威力吗 小鬼子的交代啊 你们也都听见了 嗯 这种白色粉末进入泥土之后 就会破坏植物的林代谢 没有林 任何植物都不能够生长 所以 他们 就是想让根据地 颗粒无收 没有粮食